威风金木座 林友寺悠哉 开门复洞竹 仪式故人来 十堤之上路 稍瞻接下台 何当一入晃 为福利勤哀 当日 凤九那交流英明的声音将苏末叶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其实读懂了他的心意 毕君并没有再再继续为难苏末叶 只是盯着凤九手掌的伤痕 紧锁双眉 凤九强忍疼痛 却还不忘了跟上君要求让陈叶入住到自己的府邸 当他说到是帝君的要求时 偷眼瞟了一下站在身边的东华帝君 原本他打的算盘是帝君是怎么都不会出现在这个场面 因而一切的说辞都是他自编自化 没有半点根据 丹湾没料到帝君不紧来了 而且现在就站在他身边 这就比较尴尬了 不过他看帝君的样子 倒没有揭穿他的意思 心里不仅安安乱叹 果然是上神 气度就是不同 上君自从东华帝君出现之后 仿佛一下子就矮了半截 说话做事全无半点君主气势 一听凤九的要求 从他心底而言虽是万般不愿的 但他偷看了一任帝君的脸色 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顺带着还一并赦免了菊诺的死罪 将他流放到了荒凉之地 此生再不允许回京 这也就是盼他自生自灭了 沉夜之始至终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 听得凤九开口要他 眼眉微微移动 凤九原先以为他要拒绝抗争一番 却不料他只是淡淡地朝着上君一拱手道 多谢上君赦免菊诺 之后便再没有说一个字 苏末叶交代的事情已经都完成了 凤九心中暗暗地松了口气 他流血太多 刚才全凭心力支撑 这心境一散 顿时感到眼前发黑 身子一歪 便全无了知觉 凤九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三日后了 他一睁眼 便见着茶茶正坐在床边上 红皱着眼镜瞅着他偷偷地抹泪 他勉强地动了动身子 手心传来一阵剧痛 直达心间 他不惊嘀嘀地唤了一声 哎哟 这一声一下惊动了旁边的茶茶 他一见凤九醒了 脸上顿时绽放出笑容 他凑到了凤九的面前 轻声道 殿下 怎么了 是不是很疼 茶茶这就去叫帝君 说爸转身就要走 却被凤九慌忙拉住了 你 你刚才说去找谁 凤九听得有些发懵 这儿治病就人不得找大夫吗 怎么帝经改型兼职御医了 他许久未说话 猛一张口 扯得嗓子很是疼痛 声音嘶哑 茶茶一见 慌忙跑去倒了杯茶水 味到了他的嘴里 一杯凉茶下肚 凤九才觉得整个人清醒了许多 躺得久了 浑身都不舒服 凤九让茶茶抱了床后后的被褥卷在床头处 身子斜坐着 舒舒服服地倚在了上面 见凤九安顿好了 茶茶才开口道 是帝君啊 东华帝君 见凤九一脸的狐疑 忙解释道 天下你不知道 当日便是帝君把你抱回来的 看着你手掌中划了那般重的伤口 吓得我当时便又哭了 结果被帝君瞪了一眼 眼泪给吓回去了 一想到当时帝君的神情 茶茶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帝君 有这么吓人吗 凤九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在她的印象中 毕君这个人 冷漠了点 懒了点 话少了点 嘴巴叼了点 心思重了点 智商高了点 名声大了点 打架厉害了点 总而言之 缺点一堆 唯独就脾气而言 却是不错 风九跟她相处时日 便从未见她对自己输过一句重话 发过一次脾气 既不像她爹那般 依有错就请出家法伺候 也不像上京那样 本事不大 价子不小 更重要的是 她心底总是隐隐有股感觉 帝君于她而言 似是故人来 那个 陈夜 哦 就是神官长 可安嫩好了 当日因着自己昏迷 陈夜是否进府 又是如何安排的 她并不太清楚 线下既然想起来了 便问上一问 茶茶似乎刚刚从恐惧中醒过神 听她突然疑问 乱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道 哦 神官长 不不 现在是陈先生是跟着殿下当日一道回来的 总管大人不敢怠慢 安排他住在了后边一套清静怨落中 殿下尽可放心 那位神官常待得如同块木头 不论总管与他说什么他都丝毫不答话 对自己的起居住处一应待遇丝毫不放在心上 当日苏默夜只是交代要让陈夜住到自己的府中 却还没来得及说明原因 见陈夜这般听话地跟着他进了府 风酒反倒有些好奇 他暗自活动了一下腿脚 见没什么大碍 一踢被子 翻身下了床 冲着茶茶道 帮我穿下鞋 我去看看他 说吧 就要去过放在架子上的外袍 茶茶忙帮他把衣服拿了过来 替他穿戴整齐 又帮他穿好了鞋子 扶着他坐到了梳妆台前 一边帮他梳理着发丝 一边轻声劝道 殿下 您这刚醒 伤还没好 就不要到处乱跑了 将他耳边的碎发细细地堆了上去 玩了一个简单的发际 配上一根玉兰花簪子 与他略显苍白的颜色很是相衬 就如西子捧心 别有一番风华 放心 见茶茶为自己收拾得很是妥当 风酒满意地笑了笑 他一边利索地往外走 一边快速地道 我这是伤了手 又不是伤了脚 不妨爱走路的 还未到门边 却又似想起了什么 转身跑到床头 从里面的一个匣子中摸出一样东西放在袖口 这才又重新跨出了门 茶茶见他真要出去 有些着急 一边跟在后边追了几步 一边冲他嚷道 帝君吩咐过 让我好好看护您的 他现在正在给您煮药 若是一会儿来了找不到您了可怎么办 一想到又要被帝君用那种眼神瞧 茶茶心中很是崩溃 无妨 你就跟他说我去院子里走走 散散心 让他把药放着就好 我回来必定喝 远处风酒的声音伴着风一起传了过来 一想到又要被帝君嘟着吃药 他就觉得自己走得很明智 直下茶茶一脸绝望地留在原地 问了总管得知 晨夜被安排在了半月松阁 那似乎是不大的院子 位置确实僻静 看来总管很了解这位神官长的心意 凤九一路溜溜达达地来到了半月松阁 却没看到晨夜的身影 一打听才知道 晨夜一早便出去了 说是逛园子 到了现在还未回来 凤九想了想觉得线下无事 便打算去园子里寻一寻他 一路走来 山蝶名额怪石 花灾浪院奇葩 水阁窑通竹物 风轩斜透松了 回汤曲剑 层层碧浪样流离 别仗脆轮 点点仓台扑就 这园子处处透着灵动洒脱的气质 连这景致都不拘泥于平常 该是怎样的俏皮少女 才能打造这曼妙多姿的点滴景色 凤九心中对那素未谋面的阿兰若 更加了一分好感 行至风月亭 凤九停住了脚步 老远他便看到了一抹 悬色静静地坐在亭中 那身影孤单 轻手 仿佛是一尊石像 凤九心中暗自叛息 这是怎样的环境 才能将一个人的性格塑造至此 虽也听说过他命途多喘 但今日他方才有些明白 他多喘到何种地步 你住得可还习惯 凤九几步走进亭子 便对着陈夜坐了下来 见他并没有起身离去的意思 便寻思着客气两句 找个话题开个头 只要他肯接话 那后边也就好说一些了 陈夜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依旧是那冰冷如水的态度 不卑不亢的神情 让凤九觉得自己很有些 小人得逞的样子 他心中很是郁闷 这脸色看得可真冤枉 无所谓习惯不习惯 在那都是一样的 出乎意料 陈夜居然开了口 而且还说了这么一大串话 凤九心中一喜 只要他愿意开口 证明自己在他心中并非厌烦之际 那一切都还有可能了 凤九脸上堆起了笑容 他刚要进一步套套近乎 却没料到陈夜突然开了口道 你将我带进府里 是何用意 有何目的 这一句话打了凤九个措手不及 他仔细想了想 这让陈夜竞服是莫少的主意 跟自己毫无关系啊 可又不能跟陈夜明说 这让他有些纠结 这 这个 凤九有些结巴 脑子里一片浆糊 他与陈夜素来没什么交情 这平白无故地将他带进府里 似乎怎么都说不通 除非 他暗暗咬了咬牙 反正迟早地说 不如干脆把话说明了吧 想到此处 他立刻垂下了头 做一幅娇羞状 轻声细语道 什么原因 你当真不晓得吗 陈夜瞟了他一眼 似乎没想明白 他这是在唱哪一出 索性懒得接话 凤九一看陈夜无动于衷 心里立刻打了退堂鼓 但又苦于无台阶壳下 只得厚着脸皮 继续把戏唱下去 那 那个 我 我一直倾慕于你 这次 能 能让你到腹中居住 我很是开心 嘴上说的甜蜜 心里却在暗道 若是天天对着你这么张木头脸 要是能开心那才见鬼了 一听他说 轻慕自己 陈夜的嘴角微微扬了扬 眼里闪过一丝讥笑 他缓缓地开口道 轻慕 如何轻慕 他平素见了自己恨不得躲得远远的 哪里有半分轻慕的样子 这些做的也太假了些 有 有 凤九以为他是跟自己要证据 立刻把袖子中早已准备好的东西拿了出来 幸亏他刚才出门特意去带了来 本没想过能用上 不过是存了个万一的心思 这一来到正好用到了刀尖上 他把那团毛茸茸的东西放到了陈夜的面前 殷勤地道 诺 这可是我专门为你做的 费了我不少功夫呢 我若不侵入你 哪里会花功夫做这些 陈夜扫了一眼面前那团黑乎乎 老荣荣看不出形状的东西 皱了这眉头道 这是什么 这是狐狸雕坠啊 凤九觉得好生奇怪 怎么每个被他送东西的人开口都是这么一句 不过他还是很有耐心地解释了一番道 这是我亲手做的狐狸雕坠啊 你平时喜欢穿玄色的衣服 我特意用了玄色的毛线 这可是我做的唯一一只玄色狐狸呢 这玄色的毛线很不好找 他破费了一番功夫 好像 确实有那么几分像 狐狸 陈夜眯着眼睛又仔细看了看 他刚才说唯一一只玄色狐狸 那也就是说他做了不止一只 他有些好奇另外几只在何处 你做了不止一只吧 这一词 便是说他这一片青木也未必有多少分量 不一样 不一样 一听他质疑自己的诚意 凤九立刻摆手道 你看 我给你做的可是五条尾巴的狐狸 毕竟那只可是只有一条尾巴 苏莫言那只不过两条尾巴 你这只可是最多的啊 足见我对你最重是不是 这是他的最高水平了 多一条他都做不来了 见陈夜没再啃声 凤九觉得一定要趁胜追击 早点拿下早点完事 因而把脸皮什么的都丢到了茄子地里 他亲了亲身子 一把握住陈夜的手 努力地表现出一脸深情的样子道 虽然此前或许有些误会 但现在既然有缘住到了一起 那总不能浪费 我知道你心里喜欢菊诺 可你们总归是无缘 其实我觉得我也很不错 人总归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如今 老天给了你重新选择的机会 要不 我们就在一起吧 让他慢慢与陈夜培养感情 他是做不到了 还不如干脆一些 直接给个结果算了 他 一声清脆的响声伴随着 茶茶的惊呼一通传到了凤九的耳里 他吓得立刻松了手 扭头一看 见松百叠脆处 一道紫色的身影站在那里 地上是一片片破碎的瓷碗 汤药洒了一地 散发出浓浓的药草味 茶茶站在后面 正双手捂着嘴巴 惊恐地看着凤九 B 帝君 凤九心中有些忐忑 明明自己正大光明的是爱 可怎么总感觉有种出强的味道 他不敢看帝君的眼睛 转而冲着茶茶道 不是说让把药放屋里吗 怎么还烦劳帝君来这一趟 茶茶似乎很是委屈 他巴巴地看着凤九 嘴里喃喃地说道 我说了的 但 但是帝君非要亲自来寻你 我 我也没办法 声音如同蚊子叫 稍不注意便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陈叶倒是镇定 他不慌不忙地站起了身 往前走了几步 身是一礼道 陈叶见过东华帝君 随后便站在了原处 倒是一脸的轻松 凤九在心中不住地安慰着自己 帝君不过是刚巧路过 他必然没见过女子主动向男子表白的 一时被吓住了也是有的 不必太过在意 可是不论他怎么在心里说服自己 他都能感受到一股沉重的感伤 他悄悄地撇了一眼 那位紫衣白发的尊神一脸苍白 手指紧紧地握住旁边的一株杏树的枝干 那凸起的指关节明白地传递着他此刻压抑的情绪 他的目光正正地落在自己身上 紧促的双眉下是一双清冷的眼睛 震惊又带着丝丝悲凉 此刻的他似乎有些无措 想要走进一步 却又不敢迈进那一步 或者说 他是想等他来走这一步 他们就那般地站着 不懂也不说 凤九几次想努力开口说些什么 但都没说出来 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帝君看了看凤九 又看了看晨夜 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转身走了 凤九想要换住他 却依犹豫 他的身影便消失在了松柏幽静的深处 一阵风刮过 旁边的杏花摇曳坠落 纷飞出一场遮天蔽日的大雪 却依犹豫 却依犹豫 却依犹豫